伯爵敲过208号房门之后,开门的却是位老妇人,后者颇不耐烦地看着她, 您是,我是亚里山大罗斯托夫,正等您呢,进来吧, 我尔班诺瓦女士一会儿就出来。 伯爵本能地想先拿天气开个玩笑, 可等她一进门,老妇人却走出屋去,并把门带上来,将她一个人晾在了门口。 208号套房有着威尼斯宫殿的装饰风格,是这层楼最好的住处, 尽管一般去克里姆林宫的不知疲倦的打字员们曾在这里住过, 她仍看不出任何磨损和失修的痕迹。 大客厅两侧,各有一间卧室和休息室, 天花板上绘制的全是预言中的人物。 他们正从天上往下服侍, 靠墙放的是一张装饰华丽的桌子, 上面立着两树不知精美的花, 一树马蹄莲,一树长枝玫瑰。 事实上,这两树花的奢侈程度不相上下, 颜色却有相互冲突。 从这点就能看出, 他们应该是由两个相互竞争的爱慕者送的。 至于第三个爱慕者送什么样的花, 才算拿得出手, 就只能凭人们自己去想象了。 我马上就出来, 这是从卧室里传出的声音。 不急,伯爵回应道。 他话音刚落, 屋里忽然响起指甲吵在地板上的声音, 原来是那两只俄国牧羊犬从休息室里走了出来。 嘿,孩子们。 他边说边亲热地在他们俩耳的后面挠着。 跟伯爵打过招呼, 两条狗便溜达到了那扇俯瞰剧院广场的窗户前。 他们将前着往窗台上一搭, 一边看到下面来来往往的车辆。 洛斯托夫伯爵。 伯爵转过身, 只见女演员穿着黑色的裤子, 配着一件乳白色的女尸衬衣。 这已经是她今天穿过的第三套衣服了。 她脸上挂着老熟人之间才有的微笑, 一边朝她走近, 一边把手递了过来。 你能来, 我很高兴。 应该高兴的是我, 沃尔班诺伐小姐。 这话我不信, 但您叫我安娜就好了。 伯爵刚想作答,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啊, 她说, 来了。 她走过去把门打开, 然后往旁边一让。 酒店的客房服务生, 奥列格从外面进来了。 奥列格一见是伯爵, 惊得差点将装着晚餐的小推车撞上那两树花。 把推车靠窗户放着吧, 李远远吩咐。 是, 沃尔班诺娃小姐。 奥列格说, 她重新镇定了下来, 将那张双人桌布直好, 点上一根蜡烛, 然后推出门去。 女演员朝伯爵转过身来, 您用过餐了吗? 我今天倒是去过两家餐馆, 一家酒吧, 可什么都没吃成, 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 您要不要和我一起吃? 当然。 伯爵替女主人把椅子抽出来, 然后在蜡烛对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两条狗从他们的窗户边扭头朝这边瞅着, 估计他们也没料到会出现现在的这一幕。 可他们对人类之间那些变幻莫测的事儿早已上失了兴趣, 于是纷纷把前脚割回到地板上, 头也不回地朝休息时溜到了回去。 林远远一直目送着他们走开, 眼里满是担心的神色。 我承认我并不喜欢狗, 那你为什么还要养他们呢? 他们是别人送的礼物。 你的追求者送的? 他面带讽刺笑着答道, 其实送条项链就好。 伯爵回了他一个微笑, 好了, 他说, 看看咱们都有些什么吃的。 女演员把盖在盘子上的银色 参照揭开来, 露出了下面艾米尔大爵做的招牌菜, 用黑橄榄、浑香和柠檬烤的整只鲁鱼。 太棒了, 他说。 伯爵再统一不过, 艾米尔把烤箱的温度设在232摄氏度, 这样才能保证鱼肉鲜嫩, 并且茴香的香味能出来的同时, 柠檬片也被烤得焦脆。 真的吗? 去了两间餐厅一个酒吧, 却一口东西都没吃。 就这样, 伯爵进入了开场白, 他本打算很自然地让女演员讲讲今天的经历, 与此同时, 他还可以帮他盛上一盘食物, 可他还没来得及抬手, 女演员便一把餐刀和分食物用的叉子取在了手里, 他一边讲述着占据他整个下午的演出, 一边把刀尖准确地扎在了鱼的脊柱上, 然后斜着将鱼头和鱼尾切掉。 接下来他又咸熟地把叉子叉进鱼的脊柱和肉之间, 把鱼片剔了下来, 在水手拨动几下, 把浑香和橄榄又都盛了出来, 最后还在鱼肉上盖上了一片烤得焦焦的柠檬。 女演员将完美装盘的食物递给伯爵, 然后将鱼的击骨剔除, 接着为自己盛出了另外一面的鱼片和其他配菜。 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分钟, 他把分派食物的餐具放回到大石盘里去后, 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酒上。 哦,糟了。 他熟练的记忆让一旁的伯爵看得木登寇呆, 他都忘了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从椅子上跃身而起, 伸手把酒瓶拎了起来。 可以吗? 谢谢。 伯爵倒着酒, 这才注意到这是一瓶法国蒙切线, 甘葡萄酒。 这酒配埃米尔的这道鱼再合适不过, 很显然这又是安德烈的角作。 伯爵冲着女主人端起了酒杯, 我不得不说, 你刚才替鱼肉的那两家真够专业的。 他笑出声来, 你是在夸我吗? 当然是夸你, 好吧, 至少我的本意是想夸你来着。 这样的话, 那就谢谢了, 可你也别把我想得那么神, 我是在黑海边的渔村长大的, 所以织鱼网, 替鱼骨之类的活, 我比别人干得多一些。 每天晚上都有鱼吃, 这样的生活也差不到哪里去。 话是这么说, 可如果你住的是渔夫的房子, 那你吃的往往也都是卖不出去的, 所以大多数时候, 我们吃的都是一些鲶鱼之类的, 那也都是海产呢, 最下等的海产。 安娜·沃尔班诺夫的回忆完全被打开了, 他向伯爵说起当他是小女孩的时候, 他怎么在黄昏时瞒着母亲偷偷溜出家门, 沿着村里那条弯弯曲曲的斜坡小道来到海边, 帮他父亲补渔网。 伯爵边听他说, 边想着不要轻易对人下结论这话, 说的还真对, 毕竟对我们这个酒店大堂里, 泄购了近一分钟的人来说, 第一印象能有多大用处呢? 事实上, 不管对什么人, 第一印象能有多大作用呢?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从音乐的旋律中, 我们才能了解贝德芬, 只有在绘画的技巧和笔触中, 我们才能认识布提切里, 人类生来就有变化无常的天性, 他们是如此复杂, 又如此令人着迷的矛盾体, 对他们我们不仅需要去认真思考, 而且再三思考, 在利用尽可能多的场合和机会 同他们充分接触之前, 我们断然不要对他们中的任何人抱有惩见。 就拿安娜·沃尔班诺夫的嗓音来说吧, 早先在大堂里, 这位女演员急着想管住她的两条猎狼犬, 她沙哑的声音给人一种飞扬跋扈, 甚至动辄大呼小叫的印象, 但眼下在二零八号套房里, 在烤尖了的柠檬法国葡萄酒 和对大海的回忆的陪伴下, 她的声音告诉你原来她是位职业女性, 她从事的职业让她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 更不用说有机会从容地吃上一顿饭。 伯爵把他们俩的酒杯重新满上, 说着说着,她脑海中也泛起了一段她自己的回忆, 我年上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夏诺夫哥罗德州度过的。 伯爵说,那个地方是世界苹果之都, 在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乡下, 遍布着的不仅有一棵棵的苹果树, 还有成片的苹果树林, 这些苹果林和俄国一样蛮荒且悠久。 林子里什么颜色的苹果都有, 什么大小的也都有, 小的只有核桃那么大, 大的跟加农炮弹差不多大。 我猜你吃过的苹果也比一般人有多一些。 哦,我们早餐吃的煎蛋卷里要放苹果, 午餐的糖里面飘着的, 晚餐的野鸡里面塞着的全都是苹果。 过圣诞节, 只要是林子里有的品种, 我们都会吃个遍。 伯爵把酒杯举了起来, 他本打算提一味吃苹果也能吃得如此全面干一杯, 可突然他把手指一挥自我纠正道, 不,有种苹果我们还没吃过。 女演员困惑地挑了挑眉头, 哪一种? 根据当地的传说, 这个苹果树隐藏在森林的深处, 它上面结的果子颜色和霉一样黑, 如果你能找到这棵树, 吃下它结的果, 你就能得到新生。 伯爵端起蒙姐姐喝了一大口, 她很得意, 自己灵机一动把这个传说给搬了出来。 那你会不会呢? 女演员问道, 我会不会什么? 如果你发现了那棵隐藏在森林里的苹果树, 你会不会咬上一口? 伯爵把酒杯搁在桌上, 她咬了咬头。 能获得新生当然很有诱惑力, 可我的家, 我的姐妹和我在学校的那些岁月, 他们留给我的回忆, 我怎么忘得掉呢? 伯爵冲着桌子比划道, 那么多回忆叫我怎么能忘呢? 安娜·沃尔伯诺夫已经把餐巾搁在了她的盘子上, 她把椅子往后一推, 从桌子那边绕过来, 拉着伯爵的衣领, 对着她的嘴吻了下去。 自伯爵在夏里亚宾酒吧读到她留下的字条起, 她就觉得沃尔伯诺夫女士处处比自己齐先一朝, 房间里漫不经心的款带, 两个人的烛光晚餐, 她亲手片下的鱼肉, 还有对童年的回忆, 所有这些没有一件在她预料之中。 那温柔的一吻, 当然也打了她一个措手不及, 此刻她正朝卧室款款走去, 边走边解开了衬衫的扣子, 衬衫刷的一下轻轻地滑到了地盘上。 年轻式的伯爵从来都是事事想在别人前头, 并且深深为此感到自豪, 守时恰到好处的谈吐, 能遇见别人的需要。 在伯爵看来, 这些都是一个男人拥有良好教养的标志, 可眼下她却发现, 原来让别人的棋先自己一朝, 也有她自己的妙处。 首先, 你会轻松许多, 想要在感情上占据先机, 就丝毫都松懈不得。 要想有所进展, 你就得留神她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 注意她每一个动作和表情。 换句话说, 想在感情上算在别人前头, 太累了。 可落在别人后头, 受到别人的勾引呢? 哎呀, 大不了轻轻松松地往椅子里一坐, 喝着酒, 脑袋里蹦出个什么念头, 就用它回应别人不就完了吗? 但矛盾的是, 把主动权交给别人, 自己甘愿被动, 不仅会使你觉得轻松, 而且也会使你更加兴奋, 因为据被动的这个人, 原以为会和新认识的这位波兰不惊地度过这个夜晚, 东拉西扯, 无关痛痒地聊一通, 然后在门边友好的道别, 可晚餐吃到一半, 意外蹦出来一句恭维之语, 再加上某人的手指在你的手上有意无意蹭了几下, 你也温柔地默许, 而且不自觉地冲她一笑, 然后吻就上来了, 再往下, 惊喜的程度和范围更是紫针不减了, 比如说在女士衬衫滑落到地板上之后, 你会发现那裸露的背脊上居然有点点的雀斑, 仿佛天上的点点星斗, 或者当你轻轻转到被子底下, 床单被人掀到一边, 你刚仰面躺到床上, 一双玉手便摁在了你的胸前, 一张珠唇正凑过来, 胶传续地向你发号施令, 尽管这些惊喜都无一例外地激发出你神奇般的奇迹般的状态, 可于五月一点时, 你所感受的那份敬畏相比, 它们都算不了什么, 因为五月一点, 那个女人在床上一边翻身, 一边毫不含糊的声音对她说, 走的时候记得把窗帘拉上, 这么说吧, 伯爵把衣服全部找回来之后, 的确尽职尽责地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 而且在她光着半个身子捏手捏脚地往门口走去时, 她还特意把女演员那件乳白色的衬衫 从地板上拾了起来, 挂在了衣件上, 正如伯爵自己在数小时之前所说的, 最优秀的狗应该让最老年的人待才对。